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公略》 我是Vicky Hoengman,這次由Stanley做嘉賓 Stanley,你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 打來204-6566 或是有問題電郵到ASKBH-Channel.com WhatsApp到91571428 或者Facebook和YouTube 你在做Live可以留言給我們 亦會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亦先和大家看看 估計最新走勢 恆新指數最新報在28,184點 升318點 國企指數升147點 報在11,181點 大市成交暫時有457億 Stanley,看到市場衝勁 快要降準 加上內地工業利潤按月轉正 市場頗興奮 今天一上升 便上升到28,000 接近200 28,200 這些水平 現在 我們是否暫時又可以再看高一點 我也是維持比較審慎的看法 今天你說 是否受到這些消息 支持 你見過 A股 都叫做 今天有個不錯的升幅 因為今天 我的程度上 最主要反而 我覺得是 炒作 內地幹準 這些消息 因為之前 你可以說 內地有些消息說法 或者你說 在假期之前 都可能有一些 叫做 幹準 這些消息 或者那些什麼情況 還有 雖然說 今天升得比較多 但是 成交量 是否又好像 很配合 又好像 又未至於是 因為 如果你看看 今天來計 其實成交量 都是450多億 又不算很多 還有現象 都和大家 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 如果以今天來計 單一隻 騰訊 搭 有幫 恆子都升了差不多 過八點 不算那些 中資金融股那些 但是 如果以那兩隻去計 的話 因為今早的時間 都有計過 好像 騰訊這些 其實騰訊 如果以年初至今 的升幅 大概是兩成二 其實都突然之間 升得比較多 不過 如果以你說 由年初至今 升兩成二 但是 由十二月到現在為止 其實騰訊 大概一成七 你可以說 梅里拉加的騰訊 是在十二月份的時間 突然變成 那個走勢 相當之強 但是有沒有什麼 很基本的因素 去支持著 這個 上升的情況 都真是 沒有太多的因素 是否追回落後 我覺得是追回落後 所以 你只可以說 大市現在 就是 又彈了上來 還有 年初至今 那個升幅 大約百分之九 都叫做 有些表現 不過 怎樣都好 我覺得 現在 你說這一個大市的上升 都跟可能 追落後 反彈居多 有沒有一些很實質性的支持 所以 按道理 純粹追回落後 這些上升 都會有個普遍 當然 如果以走勢上去看 就叫做 可能更好一些 大概二萬八樓上的水平 但是這些位置 沒有 我都是覺得 再升的動力 或者空間 就真的 不是太多 除非你說 在一個大成交之下 比較大的突破 否則的話 我會覺得 這些位置 你要再上去就難一點 就難一點 但是我看到 其實有些分析 暫時看到二萬八千五 雖然都是差了幾百點 分析都是最好看的 二萬八的時候 是二萬八千五 二萬八千五 二萬八千五的時候 是二萬八千八 但是 如果以現在的情況去看的話 我又覺得 或是未至於 這麼樂觀 好 暫時市都要射審順少少 不過我看到 其實今天 市升三十多點 炒股不炒市 都是現在的 即是一些內房股強勢 還有豪賭股 豪賭股 今天都幾位強勢 很強 升超過百分之三 看到金沙暫時都升近百分之三 不過其實大家 這些大行都估計 其實十月份 那個倒收 都是不樂觀的 其實是的 澳門的財政司司長 他覺得 今年首十一月的 博彩蒙收入 有二千六百九十六億 沒錯 比起2017年 就是二千六百五十七億 就是多 很有趣的 不是用2018年 為何不用呢 我都想不明白 就是用2017年 去比 其實隨便選一年都可以 其實是的 如果你再誇張一點 你選一九九幾年 那些 都可以比一比 可能是增長 一個月已經有成年 對嗎 對 你總會多過 我想不明白 為何不用2018年去比 你用2017年去比 好聽一點 是的 你只好可以說 2018年可能太強 沒錯 其實是的 雪圈就是這樣的情況 是的 如果以2018年 其實由1至11月份的數 應該差不多 二千 好像 二千 二千七百幾億 因為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按年去比較的話 應該倒退 二點幾% 是的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就是有倒退 還有如果你 你回到出事去看的話 2019年 那個總數 應該是低於2018年 如果你是按年來講的話 應該會有一個倒退 但是你又跳了 一百年 你用一七年去比的話 增長又 又不能說你錯 是的 但市場又買 對 又覺得好像有些樂觀的訊號 所以我又是想不明白 那我可以的 如果這樣算的話 特朗普那招 又是出口水又可以 如果是這樣算的話 明顯一些人 大家出業績的話 都可以以後 說一說 19年 19年度是賺一萬 比17年是增長兩倍 可以這樣用就可以了 但是沒有 這些 大家都是那句 計數而已 是否預期到12月 都不會說怎樣 聖誕節 有沒有人過澳門呢 那不是 我覺得 可能有些 我看到有些 報紙 說 好像 這段時間去深圳的 港人多了四成多 是嗎 好像說是 但是去深圳 不知道有沒有人去澳門 好像有些報道 有什麼說法 嗯 那些人想 吃海底露多些 我喜歡 可能吃不吃 但是 澳門 這麼多 這下升什麼呢 沒有純粹這個消息 但是 這個消息 跟17年去比較 真是厲害 我覺得真是厲害 會不會說 趁著 不知道它升什麼時候 會不會趁著 這個時候 大家 只讚好些 我也覺得 豪賭鼓這些位置 你說 打上來這些位置的話 低位有貨的 就先走貨 OK的 沒有的 這些位置 你再升上去也好 你真的不會多 除非你說 除非你說 有些 數據顯示 甚至乎 你說有些情況顯示 就是說 澳門那個 巨品廳那邊的收入 收益 真的有些比較好的增長 如果不是 真的似乎都 比較欠缺一些 實質性的支持 支持他們這一下的反彈 當然 如果你是以年初至今的表現去看的話 豪賭鼓這個板塊 我印象中 都應該是 不可以說他們 就是那個 怎麼說 都應該是 都應該是 比較差少少 對 因為看看 我都不算差 19年的時間 看看 大概 我看看有沒有時間 19年初 大概就是這些位置 現在和現在比的話 都不會升很多 升了很多 差不多兩成 大概 我覺得似乎 跟你說 騰訊的鼻子 都差不多兩成 都差不多 不過其實 如果你說今年 升得最多的板塊 其實這樣想 好像應該是手機設備股 一定是 一定是 都是手機設備 和醫藥股 醫藥股 但為何會出現這個現象 又不能解釋 我看看圖給大家看看 是 剛才又動不了 這個 看到它的圖這樣扯上來 即是信譽 如果你看回走勢的話 可以信譽給大家看看 其實是可以解釋的 隨聲 隨聲都可以 信譽你看回圖 在上年下半年的時間 跌了很多 是 上年下半年的時候 是這些位置 差不多 都跌了很多 下半年的時候 跌了很多 其實是 但是變了 現在 在今年來算 又有些比較上 正面的消息 所以價錢 好像有些 報復式的反彈 所以這樣的情況 這些位置 其實都是去上年 大概是 看看先 上年 七、八月份的位置 都是 是 但是暫時又要回一回氣 看見 太多了 所以你說 現在有些資金 類似變成好像 不拿炒作 拿炒作 是 但是內房股 會不會繼續有得炒呢 內房股 內房股 比較多消息 又有消息 又說落戶放寬 是嗎 這件事又不難預計 因為 你本身之前 有些講座都說 其實你成真化這件事 是對於房地產 內地方面 有些比較大的支持 就是成真化的意思 就是一些 叫做鄉村那些 居民 可能遷移去一些城市 甚至乎 那些個別的地區 開始發展為一個城市 那些人口 一定會向著這些地方 去遷移 所以按道理 在成真化之下 其實你說 對於房屋的需求量 越來越多 這個完全很正常 但是沒有了 看一些政策 如何定化 還有 我都說內地方面 其實你下去下去 你內地怎麼可以 給樓市不行 因為你要撐經濟 你要做到一個地步 就是說 你要找經濟的話 內房你不可以差 所以這些 對於內房來說 是一些比較大的 一些 政策上的支持 沒有什麼支持 是一個大環境裡面 導致到內房股 比較強 所以到現在 但是你說 如果要選的話 我還是選一些大的 6800 不如選這些 6800 6800是慢一點 但你問題是 走勢上 他都不弱的 他都算OK 今天他又上去 今年4月份的位置 已經上去這些位置 沒有這些 慢慢升得好 急升暴跌的那些 如果以今年來計 都升了差不多兩成 都算是這樣的 是啊 但如果要買的話 都是找外賣的 即是靠低一點 找位賣 都是的 不是 現在升了這麼多 都是 你這一層 特別是12月1日 這一層 其實那個升幅都挺厲害 真的 這件12月的時間 大概都是 25、6元這位置 到你27元左右 所以升幅差不多一成上來 當然相比之下 你覺得好像 融創這些 那個升幅見價之厲害 更加誇張 這些 這些本身沒有 還有一八一三 是嗎 合景泰庫 對 經常都有家庭觀眾問 這隻 這隻 之後真的要用時間去 研究一下他發生什麼事 真的 你看他都升了差不多 接近兩成 真的 是啊 我今天又去回 上年 差不多去回頂位 沒錯 上年那位 真的厲害 但沒有 這些內房辦法 剛才提及到 大方向的政策 都是 都是 對內房 我覺得還是有利 雖然你看到很多地方 說什麼 要去限購 政策那些 但各地的地區 都好像開放一些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那個政策 那個 即是我們的大環境 對他們 都比較大的幫助 不過 報應 都比較想 選一些大大事物 好 然後我們回答一下 Facebook WhatsApp 朋友仔 問題 一位WhatsApp 朋友仔 他就想問3613 坐了艇很久 有得收席 是否等下收席 再離開 收席再離開 但他還是差 真的沒有他 另一隻 他媽媽 好像1666 都是差 1666 是不是 對 兩隻都是差 之前 北水 都很鍾情 這隻股粉 但是沒有辦法 那個 那個形象 因為去內地方面 之前好像有一些 什麼解藥的事件 都影響到大的 其實如果回到業務上發聲的話 3613就是那個子公司 他最主要做分銷 還有到國外市場那邊 做分銷 一些研發比較多些 但是他的價格 都是做得比較弱 是 都是比較差的 那有沒有一些特別原因 你說有沒有 可能日本地的情況 對他都有些影響 不過今天就有些 叫大彈 那太特別色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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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位置 你沒有的 可能再看看大概12元 這位置的時間 走走貨 嗯 好 然後另一位朋友 就是想問763 是 什麼位置可以買 763 等下先 這隻都說不用急 等他有機會 21元20元 這些位置的時間 再想想 其實是 我少了炒Range 這一隻 他真的去到20元邊 這些有蛋 對 還有到24元左右 又回來 這一隻是這樣走的 所以你看到這一層 其實來來去都是這些位置 基本面 當然 我就說了 5G炒 炒這一隻 但是公司的業務的發展 都是一般般 你看到業績給人 Q3的時間 都真的不算好 但是你炒5G概念的話 這一隻是一隻準5G概念的股份 所以你說 如果要選要買的話 都是考慮 都是選這一隻 但是不是這一隻買 先給點耐性 這些價位 除非你駁它這一轉 可以突破到24元這個位置 你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表表是24元的話 你可以再上網看 大概是25至26元這個位置 其實這一隻 一元一元這樣看 而且基本上都是Range 20至23元 24元這個位置走的 所以這一隻的時間 如果你真的不是心急買的話 你等它回去再考慮一次 好啊 另外 亦都有朋友 想問3993 他說4元買的 可不可以回到上去 4元 這一排他真的強勢 但是今天 這麼巧 要補回獵頭 真的 因為那些金屬價格 就要再上去 這一隻 之前不是說有個沽牆嗎 是不是 關了 即是下年才再開 可能來到沽價上去 印象好像有這些 印象好像有這個消息 但當然上去 但是其實你說那個沽價 跟之前那些高位比 都有些金肥色比 真的 所以這些 沒有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試 之前 我想4元邊那些位置 可能要再等下 再看看可不可以 但是初步有個位置 就是3.7 到這些位置 就是這些水平島 如果倒戒的話 先看它 破不破 破不了的話 繼續上都是要走貨 而且你說 沽這一樣的金屬 都好像有些周期性 你看它這一層 好像淡了一些上去 但是 對於落幕的前景的看法 我就比較 現在比較上 都是審慎一些 所以我想首站 先看著大概3.7 這個位置 好啊 另外也有朋友想買405 前景怎麼看 這一隻 為什麼要買這一隻 色高的 但是內地的防托 這些VC 我就有少許保留 始終內地這些 和本地 和香港那些不同 和內地那邊 現在其實 某程度上 太多這些 叫做 這些叫做 商業 辦公室那些 內地其實很多 所以變成那個競爭 以至到那個 就是業務的穩定性 相對來講 我會覺得是差一點 而且你看到現在 越受防托 到這些位 即是去迫禁回 可能5.3毫 這些位置 就好像到之前的阻力區 就是阻力位這些 所以變成 如果這一刻 你是 如果你沒有貨的話 不如再考慮一下 等一等 看有沒有 看他破這位的時間 你再考慮都未遲 而且你問我的話 我反而都是比較忠情於那隻 零展 零展都好些 零展 零展 我覺得零展會好些些 不過零展的價錢 其實都是差一點 零展其實你看到 那個收夠了 都說是OK的 但是價錢要好 達得多 都暫時難些 但是相比之下 對於內地的 其實買2805的話 程度上 都要看來地的 經歷狀況的變化 那 到這些位置 我就覺得 不要直播 不如先等等 好啊 接著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何小姐旁邊 何小姐你好 你好兩位 你好 華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問那隻 2840 2840 1099買的 是 1099買的 拿著它先 那不是差很遠嗎 2840 是啊 200 哦 金的ETF 是嗎 沒錯 你先拿著它 你是一零多買的 是不是 1099 你110元以下這些位置 拿著才有無防 但是有時候都說 我都說金價 其實你問我的看法 我都是比較上來中性的 就是說 是不是一定金價會大升呢 我覺得其實都真的 機會都一半半 所以這隻 我建議你 都要先炒著一個範圍 先 就好像那些位置的時間 你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再試大概 1115 1120 這些位置的時間 考慮一下故事 考慮一下獲你離場 那有多少錢可以買回來 最後其實沒有 我經常都說 這隻 1100 以下 又可以再部署化 因為你看它近來的走勢 都離不開一個範圍 大概是1075 大概是1140 到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1100 我覺得可以考慮 但是下面可以1075 這個位置先這樣 嗯 是 這樣做好範圍 這樣做法 我想問一下 其實 如果有些錢 買那隻 1810 小米好 還是買那隻好 兩隻好不同的 1010 小米的前景 我看法 都很審慎 所以這一隻 我又不建議你買 但雙面之下 240 跟金價走 剛剛提到 金價 其實我看法 都是中性 是否一定會有一些 可以部署 下面要回1075 多指示位 上面的話 先看1125 在170 多位置 好 麻煩何小姐的電話 接著我們聽到 朱小姐的電話 朱小姐你好 朱小姐你好 沒錯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或者優方 現在可不可以買 我想拿1年 拿1年 拿1年 這些位置 如果拿1年 即21年去計 這些位置 我覺得又不怕買 因為有些前景 我覺得又真的不是差 但只不過 本地的事件 對它有影響 這是真的 但是 所以短期的時間 它的股價 我覺得會比較上 但是既然 如果你拿1年 反而這樣去解 朱小姐 如果你沒有貨的話 不妨現在考慮一下 再等一等 因為 如果你到這位 80元這位置 其實如果你真的 中長線的話 我覺得沒有問題 不過 我都仍然 我都相信 它的股價 有機會 可能會再向下 有些調整 所以如果主席買貨的話 看看會否再 好便宜一點 78元這位置的時間 如果你考慮一下 就分出去買 如果你以一年的時間 我想一年的目標 你說要回到大概 88元這位置 你應該就算是不難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先放下股票 看看有沒有機會 78元這位置的時間 就可以部署一下 好 朱小姐可以給點耐性 我們的問題都合適 都麻煩Stanley 跟我們這麼長長的分析 和你申報一下 有沒有事 以上題目的部分 好 麻煩你 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 專門回來會有其他 直播節目 專門見